大家好,我是涛鸡羹的大妹妹 大家好,我是涛鸡羹的小妹妹 因为我哥哥嫂子刚刚从新疆回来 哎,你知道吗? 说咱嫂子怀孕了 看不开心 挺开心的,多一个橘子或者是鸟 我也很高兴 听到这个我就在想 那这样的话,过年的时候 鸡婆回家来 肯定就是大个肚子 到时候要做很多好吃的给她 我爸爸和我妈妈出去打工了 妈妈在西安打工 然后我爸爸在内蒙古打工 我跟毛毛两个就回到了老家农村 我俩每天在干什么? 种菜 我们这里,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秋季是播种的季节 秋天种菜,到过年的时候刚刚好 都吃 过年的时候就有萝卜白菜 现在十粒蔬菜 可能很多北方的人就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冬天下的雪 你们那个地里还长的有菜 我们这里是真的会长菜 就算冬天下雪 地里的白菜 萝卜香菜 菠菜 都长的绿油油的 不会好 对,不会说把那个菜冻死 虽然天气寒冷 但是不会冻死 所以呢,我跟毛毛两个人呢 前两天我们 把门前的菜园子 种了一半萝卜 一半白菜 还有一边呢 种的是排了大蒜 因为到时候可以吃蒜苗嘛 蒜苗炒辣肉 还有一半种的是菠菜和香菜 等过年鸡婆回来 还有小哥回来 是吧 我们就可以吃着火锅 唱着歌 再算点香菜啥子 都香啥子 我跟毛毛的菜已经种了两天了 一直也没有给大家拍视频 因为真的干活的时候特别累 拿着锄头在菜园子里面挖 谁还有工夫 掏个手机出来录一下呀 但是到现在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而且我的菜已经发芽了 所以带你们去看看我种的菜吧 走 我带个帽 外面的太阳太大了 是吧 现在是下午 我那个菜已经出芽了 因为我们这边那个太阳还比较大 白菜种和萝卜种一种进去的话 就要立刻用那个玉米杆给它盖住 不然的话 会被太阳晒着 就会不发芽 我已经盖了三天了 来你们看看 我的那个芽已经发出来了 妹妹你看这儿 妹妹 你看你来看 看到没有 这个对对对 这就是 这是萝卜种的芽 这种的是萝卜 它们好脆弱啊 只要发芽了 它们就不怕太阳的晒了 嗯 现在就要把这个玉米杆给 就是把它给掀起来 让太阳就是晒它 因为刚开始怕它不 怕它不发芽嘛 所以我就盖了好多玉米杆 现在我就要把玉米杆给收起来 嗯 能不能多拿点 咱们一会一起 一起收玉米杆吧 因为好晒 我先把这个玉米杆 收的时候一定要清清的 不要把那个菜叶子 还有菜芽给弄断了 现在菜已经长出来了 把这个玉米杆收起来之后 每天到下午太阳落山了 浇一遍水就行了 等它长到一个月的时候呢 再施力变肥 过年鸡婆和鸡公回来 就有新鲜的大白菜和萝卜吃了 这玉米杆都是我从山上抱下来的 给我晒死了 现在跟姐姐骑电动车去奶奶家给菜浇水 以前这个幼儿园是我家的一块鸡 木莱被登收了 盖成了幼儿园 对 这边是羊柳 但是虽然丽秋了 但是羊柳还是绿的 小时候这都是河 可惜我奶奶过世了 要不然的话到我奶奶家旁边的菜园种地 我奶奶还能给我们泡杯茶 现在奶奶过世了 也没人给泡茶了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妹妹凉快吗 凉快的 跟中午的车一点都不一样 那里是中雪 我们调机高 还有小白白白仨的人都是在那里 我没人给他们 让你出来拿着手 这那边是 靠近太阳的那边 靠近太阳的那边 好了 到了奶奶家了 奶奶过世了 我还一直喜欢说到了奶奶家了 我三手再切 红树杆 红树杆 这个红树杆也太好了了吧 又粗又壮 妹妹 你什么时候上学啊 14号 14号 今天9月2号 还有10天是吧 还有10多天 这个三红树杆到冬天的时候 跟腊肉炒在一起 超级的香 我们现在去给菜园子浇水 现在小妹妹先去浇 看看 就是我奶奶家外面 种的这个花还是非常好看的 这一定是我三婶种的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 也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 那有一束枣子现在 接的特别的硕果累累 奶奶已经过世了 但是这个门还开着在 就是为了亮亮 因为人 农村的房子嘛 人只要不住 一段时间它就朽木了 就是容易倒塌 所以现在呢 我三婶她们就把这个门开着 每天通通风 这样的话 让这个房子保持的久一点 这是我跟妹妹前天排的大蒜 等着这个蒜苗要过一阵才能长出来 我妈说蒜苗不用浇水 因为蒜苗本来就要在泥土里面 闷很久才会发芽 这一小地方种的是56天的白菜 这是我妈还在家里的时候种的 萝卜 那个就是先头我晒的辣椒了 就是在这摘的 我不是家里晒了很多干红辣椒吗 过年淘鸡公炒菜 可以放上一把干红辣椒 就是摘的这一片辣椒 辣椒红了我们就摘了回去晒 晒干 那这一块就是我跟小妹妹种的地了 这一半种的是萝卜 那一半种的是白菜 现在由于这一块地就是比较干 是一块沙地 所以呢每天都得来浇水 每天都得浇 一直浇到发芽 一旦发芽了 马上就要打上薄薄的一层农药 不然的话造麻子 就会把那个菜芽给吃掉 对我们现在每天都来浇水 那个是我奶奶的邻居 小妹妹今天浇水 穿了一个我妈妈的衣服 好有一种干笼活的感觉 特别是这一块沙地要多浇点水 不然的话它就超容易干 然后就不会发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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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